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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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朋友 台北股市來連續創下歷史新天價之後 今天開始做震盪 下個禮拜一就是520了 那我先說大家你鎖定我的節目 我們已經在5月份 在此跟大家聊到 時間轉折在於520 所以在下個禮拜一之前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禮拜五震盪 我相信說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你昨天有鎖定 我們在YouTube頻道的節目 大家可以知道說 大盤的關鍵密碼 我們已經公開 而且那個是我的粉絲 早在4月份就已經鎖取到了 來 現在這個時間當然要看 台北股市的時間轉折在於520 那就是在下個禮拜一 我的觀眾粉絲們 在我的Light早就已經知道 那個關鍵的密碼其實 就在昨天的高點相距不遠 那接下來的行情 下個禮拜大家要開始準備說 整個行情也許在震盪的過程當中 你的風險 你的機會到底在哪裡 來 小朋友 下個禮拜一過後 也就是520過後 台北股市的機會在於什麼 第一個 那個輝達NVIDIA 它的財報要公開了 這個時間點你要知道 跟輝達相關供應鏈的股票 我不是要你去思考老AI股喔 我是要讓你去思考 從最近這一個月的時間 跟輝達有相關合作 甚至跟AI扯上邊的股票 它後面會帶動出來 周邊不管是供應鏈也好 或是飯集團子公司也好 現在你的機會 就在於這一些準備 輪動交棒的股票 接棒起來 你必須得在揮答 公開它財報之前 好好的來做卡位 投資朋友 現在這個時間點大盤 從一個4月19號破19500 拉起來只有一天的時間 19500點 你不買 你害怕了 這一段的行情 它就是個2000點的軋空走勢 來2000點 你現在的機會跟風險 到底在哪裡 那我相信就是說 你有拿到 那個我們最近這一個禮拜 在運通財經台這一邊 要給大家的投信鎖馬股 你會知道說 現在你只要去抓到接棒股票 你自然而然就掌握到 這一波行情一個機會的時間 你如果看到 拉漲停了創新高了 利多公開了 你才要去買 這一段的行情 台北股市創下歷史新天價 你是讓你的資金 陷入在風險裡面 投資朋友 這一份的資料 我們已經開放給大家來做索取 你有拿到資料的投資朋友 你都會知道 這三檔的投信鎖馬股裡面 今天有一檔的股票 它已經是創下波段新高 大盤賣壓的狀態下 這一檔股票創下一個波段新高 最重要的 這一檔股票 我們在資料的亮點裡面 已經顯示 告訴大家這一檔 是從4月下旬以來 投信最積極來做增持的 記憶體族群的股票 來 老師朋友 如果你記得的話 其實前兩個禮拜記憶體族群 尤其是模組場表現得非常亮眼 當你看到連續漲停之後 開始去追 讓你看到漲停板的股票 我相信說 大家你可以去發現一件事情 你會讓你的資金陷入在風險裡面 記憶體模組場裡面 我相信就是說前兩個禮拜的時間而已 4973的廣影曾經是什麼 一個漲停板 兩個漲停板 連續兩天的漲停板之後 而且還寫下一個波段新高 當你看到連續兩天的漲停板 你才開始要去買廣影 你會發現 一個禮拜過後 就你在下個禮拜過後 你在開高之後去追 最近的這兩個禮拜的時間 慢慢的 你會發現你討不到便宜 包含了 那個記憶體模組場裡面 4967的 4967的實權 當然你可以看得到 也是一樣都是在兩個禮拜前 它的股價連續的往上漲 甚至讓你看到漲停板 可是當你看到一個禮拜 表現亮眼的時間 你下去看到創新高之後 開始來做追買 股價開始不動了 來 換句話講 這個時間點很容易你在行情資金 在輪動的過程當中 看漲去追買 而讓你自己的資金卡在高檔區 這個是台北股市 在創下歷史新天價以來 不斷在盤面上發生的事情 所以光是記憶體族群 你要去想的是 已經有投信或者是外資來做鎖碼 它的股價是準備在後面輪動來做接棒的 這個才是你要買的 我一開始先以記憶體族群 來去跟大家來做一個特別的提醒 我們在前面一個禮拜 天天跟大家驗證 而且利多訊息已經爆發出來的上權 3363的上權 來 大家可以看到嗎 漲停板之後 你才開始要去追買 你追買150塊以上 甚至有人追160塊 現在這兩天的行情 台北股市創新天價的行情 你是遭受到市場的賣壓襲擊 我們跟大家來分享的時候 上權它的股價是在這裡 可是你非得等到它漲停板的利多 爆發出來的時候 你才要追買 來 你很容易 在這種行情明明 還沒走空的狀態下 那你被逼到說 我的股票今天跌 大盤今天開高走低 然後你心慌慌的同時 一檔股票也許後面還有一段的走勢 可是你在中繼站的過程 先配行情給請出場 切記 特別留意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在運通財經台這一邊 告訴所有觀眾朋友 你只要想要認識我 摩爾頭顧陳俊仁 Jerry老師 你就要知道 我們事先的把接棒的股票 放送到你的手機裡面 這一份的資料 我相信說我們已經在這個節目 來放送一個禮拜了 今天這個創新高 那我希望就是說大家你好好思考一下 這一檔股票你拿在手裡面 因為我們已經放送一個禮拜了 你有拿到資料的投資朋友 你都知道 這一份資料排在最下面 第三檔的這一檔 它是記憶體族群的股票 記憶體族群的股票 你把我剛剛所點名的 廣穎跟實權下去做比對 你就會知道說什麼股票在做接棒 你要買的是接棒的股票 因為今天大盤創新高 今天大盤在昨天創新高之後 今天來講的話 是直接是遭受到賣壓的襲擊 那你可以發現就是說 這個賣壓的襲擊 居然是輪到這種 相同的記憶體族群的股票 再創新高 這檔股票前面是沒漲的 廣穎跟實權在漲停板的時候 這檔股票是沒表現的 所以特別留意 這個時間點大家你要知道 整個行情 我們已經從大盤 從個股這一邊 不斷的告訴大家方向到底在哪裡 當然我們也在節目上 跟大家來聊 這句話我相信 慢慢的在這個禮拜 你完完全全可以體驗到 為什麼 我們在五月份勞動節過後 在這個節目 要不斷的告訴大家這一句話 520以前不買好底部股 520過後只能追股票 當你開始追股票的時候 就其實讓你的資金 陷入比較相對高風險的操作了 第一個很重要的是 我們已經告訴大家 去年520之前 行情也是從高檔拉回做席底 你在席底的過程當中 害怕了 或看到外資賣超的不敢動 你會發現去年在520之前 因為去年520它是禮拜六禮拜天 所以520過後是5月22號過後 然後行情一路往上噴 換句話講 520之前跟今年的520之前是一模一樣的 去年是先洗底之後 520之前就已經先拉一波了 這先拉一波的動作也是突破前波高點的 來 你會發現 這個禮拜520之前倒數一個禮拜 它跟去年的520之前打完底部洗完底部之後 往上去突破創新高 接近520最後面的一個交易日 開始做震盪整理 這個不就跟去年的520之前 一模一樣的走法嗎 來 同志朋友 我們在節目上這個時間點 您告訴你 這個是一個洗底過程 因為4月份這一邊 你如果是我在YouTube頻道的觀眾 你自然而然會知道 這一邊我們怎麼提醒的 當然運通財經台的觀眾朋友到5月才開始認識我 所以我們也是一樣告訴大家 今年的520之前 你務必要留意 務必要懂得去年520之前台北股市在做什麼 今年的台北股市 它在520之前就已經拉一段突破前波高點 當時候也就是說去年來講的話 它也是做相同的事情 我們再把520過後的行情 去年在520過後它是震盪整理的 後面再一波往上的攻勢 來 劇本完全在 完完全全在做複製 外資的手法 我相信我們在節目上 已經特別跟大家視線來做提醒 尤其是你 早就已經是我YouTube頻道的觀眾 摩爾投顧陳俊妍分析師YouTube頻道 你有追蹤 我們早到4月份就把這個 完完全全的藍圖 推背圖呈現給觀眾了 5月份的行情 你才開始認識我 沒有關係 我告訴你 520這一邊它只是個中繼站 但是你要特別留意 接下來大盤在創新高之後的震盪整理 你要敢買股票 而且你要買對股票 特別留意喔 我們講得非常清楚喔 我們講得非常清楚喔 剛剛我們有提到記憶體族群 最近有一檔股票 這一檔股票它也是在3 4月份的時候 才跟AI扯上邊 它也是在3月份的時候 公開市場說我要跟灰達之間有合作對吧 那一檔股票叫做來紅海 你可以發現喔 你有看我的節目5月份 我們在這邊告訴大家 我一直在提醒 你不要去買170塊的紅海 因為170塊的紅海 你去等它200塊沒有意義 不管它會不會到200塊 很明顯的5月份你買170塊的紅海 你就是賺不到錢 尤其是你如果想賺錢 好 讓你如果賣在昨天最高點 你賺9000 來 各位朋友 你買紅海就只想賺9000塊 你買紅海就只想要一張賺9000塊嗎 不會吧 我們在節目上已經告訴大家了 紅海的股價 它只要維持強勢整理格局 你大家都知道 我們已經聊過 它只要維持在170上面上下來做沖洗 泛紅海集團的股票 它會一檔接一檔來做接棒 特別留意喔 這個是我們5月份 一直跟大家所講的事情喔 而且我們也在節目上 不斷地告訴大家 你與其去買紅海 我已經提醒大家了喔 你不會看到紅海漲停板 我講得非常清楚喔 但是會漲停板的 是在泛紅海集團的股票身上 我的Light小老鼠J178 你現在看節目 手機拿出來做搜尋 小老鼠J178畫面左下角 好你搜尋加入之後 禮拜六禮拜天 因為這一檔股票 我有帶會員卡位好 那我希望運通財經台的觀眾們 你也可以藉此機會來認識我 禮拜六禮拜天 我會把這一檔泛紅海集團的股票 直接放送在我Light裡面 但是你做一件事情 你先要讓你自己加到我Light裡面 你跟我的Light成為好友 禮拜六禮拜天我放送出來 你就可以拿得到 好不好 特別留意喔 我們強調囉 520是時間轉折 這個時間轉折是一個 族群高低未接接棒 在輪動的過程 所以你現在要開始買的是 會接棒的股票 我就講得明白喔 因為你所有在五月份看我節目的 投資朋友都會知道 我們早就已經跟大家聊 不要去買170塊的紅海 五月初講到現在 今天紅海有沒有漲 它還是在170 最高點179 我今天就讓你思考一下 你買紅海只想要賺一張9000塊嗎 你如果有資金可以買紅海 我這邊有一檔泛紅海 泛紅海集團的股票 我已經帶會員卡位好 我為了要讓運通財經台 更多的觀眾認識我 我會在禮拜六禮拜天 把那一檔股票 放在我的Light小老鼠J78 好不好 加我的Light你絕對有好處的 來 我們沒有再做那一個馬後炮的 股票要漲之前 我會先讓你知道 會讓你有機會來跟 禮拜三的盤前8點51分的訊息 你看節目可以把手機拿出來 尤其是你已經在這個禮拜之前 早就加入我Light 禮拜三你一定可以看到一個訊息 台積電 外資在拉高它持股 但是我不要你買台積電 我提供一檔 投信索馬的台積電供應鏈 台積電的好朋友 我把K線圖直接傳送到所有粉絲的手機上 這個是5月15號禮拜三盤前 我所傳到所有粉絲手上的K線圖 那一檔投信索馬的台積電好朋友 台積電好朋友 台積電供應鏈 投信的持股狀態非常的明顯 當時候股價是在這裡 投資朋友今天禮拜五 這一檔股票 它從這個地方 連續的拉到這個地方 今天雖然震盪 但是大家可以很明顯可以看得到 現在的股價 就準備要去挑戰 突破前波的高點了 來 我在分享股票 都是它在底部準備發動的 我沒有在它 那個漲停板拉起來了 我才馬後報告訴你 這檔股票好厲害好棒棒 跟著我一起買 我不屑幹那種事情 所以你想要在股票發動之前 就跟上我的操作 好好利用我的Lite 小老鼠Z178 當然了 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也要你思考 520過後 行情給你的機會在於 第二季六月份 投信的作帳 來廣告之前大家看一下 這個運通台金台 大家你務必要留意 那個底霸拿下來好不好 當然你要知道 投信卡為了黑馬股 你一定要知道 不要等到月底才要追 520過後 我希望你好好的提早部署 投信即將在六月份 祭底作帳的股票 所有運通財經台的觀眾們 我給你五六八專案 特別提醒你 你不要等到月底才追 你現在在底部買好股票 就好像我禮拜三 在Lite這一邊 一檔的台積電好朋友 我事先告訴你 這是投信索馬股 我在底部這一邊 準備發動了第一根 我在盤前一大早就送給你 現在連續的往上進攻 禮拜五雖然震盪 但是很明顯的 你可以看得到 股價準備去挑戰前波高點 我做的是這樣的操作 我做的是這樣的事情 所以你願意跟上的 這個時間點好好把握 運通財經台專屬的五六八專案 摩爾堅持用心選股 全球經濟脈動到總體經濟 從大盤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摩爾堅持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名文俠爾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歡迎來電 02-2394-6168 2394-6168 摩爾堅持用心選股 全球經濟脈動到總體經濟 從大盤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摩爾堅持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名文俠爾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歡迎來電 02-2394-6168 2394-6168 2394-61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名師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動乾坤 投資朋友 下個禮拜520過後 台北股市的利多在哪裡 你的資金就要在哪裡 這個禮拜有一檔股票 他已經告訴大家 接下來盤面上的資金 要往哪邊移動了 來 華碩 投資朋友 AIPC的股票 我相信都說 大家你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他其實已經很長 一段時間都沒有動了 2357的華碩 在5月份開始出現一個 慢慢的向上來做墊高增溫 這個禮拜跳空漲停之後 開始突破一個新的高點 大家可以看得到 不管是外資投信 他們在5月份明顯 拉高持股比重的動作 是可以讓大家可以看得到的 事先部署非常重要 來 你看到華碩拉漲停 你看到華碩創下一個波段新高點 你要知道他反映的是什麼 第一個 下個禮拜 揮達要公開他的財報 再來 即將要進入6月份520過後 第一件大事 揮達的財報之外 就是台北的電腦展 投資朋友 AIPC開始動了 跟他相關的股票 華碩已經先告訴我們 所以我不要你去 現在去買華碩 我要讓你知道說現在 不管是外資 尤其是投信 他已經鎖定跟AIPC相關的股票 你現在要懂得 先來做一個卡位的動作 當然 另外一件事情 幾家歡樂幾家愁 利多還沒釋放出來 他就開始打底往上漲 這是告訴你資金流向的所在 但是利多如果給你了 那個股價沒有漲 股價沒有飆 沒有像華碩這樣子 反而外資跟投信 還在砍這樣的股票 那這種行情 不管520這一波行情的創新高 或者520過後的震盪 台北股市下一個趨勢的方向 跟他都沒有關係 你要知道我在講什麼 來 這個禮拜二 盤後釋放出來的 最大的利多 就是我們的股王世新KY 有一個私募 最大咖 全球前五大富豪的公司 Amazon 要來入主他 利多釋放出來的 請問一下最近這三天 世新KY有有沒有大漲 細智財的股票有沒有大漲 沒有大漲就算了 你可以看到外資 外資在做什麼 持續在砍他手中的持股 投信當然不用講了 當然你可以看 我們的節目 早就已經告訴大家 細智財的個股 在這麼大利多包含的智原 細智財的個股 幾乎沒有像樣的一個反攻 甚至你可以看得到 不管是外資或者是投信 他們的持股趨勢還是在向下 來 這個是我第一天講嗎 沒有 我在禮拜三 就是你禮拜二的盤後的訊息公開之後 禮拜三的節目 你看盤中你就知道了 來 這麼大的利多 大家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世新KY有沒有大漲 細智財的股票有沒有大漲 全部都沒有 所以現在你手中 如果還有細智財的個股 那個底霸麻煩一下 不管是艾普 世新KY 智原 M31 我告訴大家 這一波 他們有一個拉高逃命的機會 這個拉高逃命 也許只是一個開高或盤中的拉高 我希望你 守著我這些股票 要懂得利用逃命的賣點來做換股 小老鼠J178 你加我Lite 我們會給你10%回饋的專案來做處理 好不好 那當然我就要告訴大家 你不要用散戶式的逃命 不是等你破底之後 怎麼把它賣出 有一個法人逃命 開高拉高 讓你可以掛賣的機會 所以你跟著我來做操作 小老鼠J178 讓我看到你手中的持股 不管是那個智原 艾普 或者是M31都一樣 你把你的持股成本 張數總資金給我 把你的大名電話 或你的Line ID 留給我們 我們會告訴你 法人的持股成本在哪裡 你會知道說現在的股價 為什麼反彈都是弱勢 因為離法人成本太遠了 利多的刺激 沒有辦法讓那股價一次的回到法人成本 這個弱勢的股票你要換股 好不好 所以我們已經準備好就是說 針對投資朋友這一邊 矽智財IP股 有一檔逃命救星 逃命救星 我只要你跟上我的操作 我即刻的帶你進場來做換股 10%回饋的專案處理 我希望說你手中還有矽智財的股票 不管是智原也好 艾普也好 或者是M31也好 當然你如果世新KY想要處理的話也可以 我們這一檔的股票逃命救星 它的股價絕對可以幫助你利轉勝 只要把握住這個換股進場的專案 10%回饋我就送給你 小老鼠J178 歡迎來把握這個時機喔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